2024最新火爆爽天 新围龙插阵 今日震撼来袭 沈密克退休成为98保镖 与UFC传奇选手嘴炮康纳上演激情对决 废话不多说 正片走起 热闹非凡的地下黑拳赛现场 实力老将胡子格以绝对优势拿下6连胜 只需再赢下一场 便能拿到5000奖金结束今晚的比赛 就在这时 一个茂山男缓步走上擂台 当看到对手真容后 胡子格简直比吃了只死耗子 还难受 随即满嘴芬芳离开了擂台 茂山男甚至都没动手 就这样拿走了所有奖金 赛后 茂山男正准备回家 一名女子主动上前搭话 交叹得知 她是一家酒吧的老板娘 久闻茂山男大名 想高薪聘请对方去当保镖 反观茂山男则一脸不耐烦 二话没说就拒绝了 老板娘也未强求 留下联系方式转身离开 原来茂山男名叫道格 曾是UFC中量级格斗冠军 因在比赛时失控 失手打刺对手 而告别了职业擂台 这件事让道格后悔莫及 从此身陷自责当中 成了一个社会三无人员 只有肚子饿了的时候 才会走进黑拳场赚点晚饭钱 回家路上 道格突然萌生自杀想法 发神经一样将车子停在了铁柜上 直到火车笛声大响 他才从思绪中清醒过来 刚想离开 却又发现车子坏了 道格大难不死 仿佛明误了活着的意义 思考良久 他决定换一种方式生活 次日一早 道格乘坐大巴来到小岛 在一名书店少女的帮助下 顺利找到老板娘开的酒吧 酒吧员工态度友好 没有因为道格是外来人而启示他 淳朴的民风也让道格倍感舒心 然而到了晚上 他才明白老板娘为何要雇佣保镖 因为这里实在太乱了 酒保好不容易搞定第一波客人 结果又进来一群恶徒 他们是当地布兰特家族的打手 个个嚣张狂妄 道格淡定上前与几人沟通 见对方好赖话都不听 无奈之下只能让他们尝尝社会的毒打 道格做好事不求回报 还亲自将几人送去医院 过程中他认识了小岛医生阿美 一番友好交流后 阿美发现自己误会了道格 知晓对方并不是社会盲流子 为表歉意 他亲手为道格包扎了伤口 而老板娘同样是个爽快人 不仅当场给道格结清工资 还贴心给他找好了住的地方 从三无人员到保镖大队长 道格只用了一夜时间 如此轻松又惬意的生活 不正是他一直追求的吗 此日一早 道格准时去上班 闲来无事来到书店打发时间 刚好撞见外面有人闹事 看到道格也在这里 小混混们赶忙撒牙子开溜 显然昨晚的战斗 还是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只是道格并不知道 他的出现已经影响到某些大人物的计划 布兰特家族长公子二狗 原本想在海边建立一座观光酒店 老板娘却死窝不肯拆迁酒吧 为了让对方看清实力差距 二狗便派手下过去搞事 却不想碰到了道格 得知有人敢站在自己头上拉屎 二狗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于是想出个幺蛾子 打算干掉道格以绝后患 当晚道格下班回家 一辆皮卡突然向他撞来 万幸道格福大命大 接连躲过致命撞击 最后跳进大海逃之夭夭 许久道格终于到家 可不等喘口气 又看到昨晚被他胖揍的黄毛 正拿枪等着自己 道格健壮假意示弱 聊天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然后一记大飞踹夺回主动权 顺势将黄毛扔进水里 本意想让对方长长记性 没想到水里面竟然藏有鳄鱼 一波死亡翻滚后 黄毛死的不能再死了 对于此事 道格深感抱歉 但没等他有所行动 二狗的小弟又找了过来 对方直接亮枪威胁道格 表示老板想见见他 道格则完全不慌 因为对付这种货色 只需掰断他的手指 就能杜绝所有隐患 道格告诉小弟 如果二狗成亲想要见面 就去酒吧找他 得知此时的二狗火冒三丈 恨不得当场飞过去生吃了道格 计划接连受到影响 二狗的父亲也坐不住了 随即启用中级汉将 势必要让道格付出代价 此人正是嘴炮康纳 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暴徒 他的存在就是帮助布兰特家族 扫清一切障碍 与此同时 道格还沉浸在温柔相中 他与阿美的关系有了实质进展 而在这个过程中 道格对布兰特的家族势力 也有了初步了解 简约而言 他惹不起 阿美名言暗语提醒道格 最好与这些破事划清界限 一旦被牵扯其中 到时候可不是动了手就能解决问题的 道格刚结束约会 就被当地警长请去喝茶 警长也没废话 劝告道格尽早离开小岛 道格却没有听明白其中意思 还以为对方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然后就被暴揍了一顿 危机关头阿美赶来 气愤从警长手中救走道格 原来阿美是警长的女儿 因看不惯父亲给布兰特家族当走狗 而一直心存怨气 布兰特家族就像这座小岛的主人 包揽了所有旅游业务 以及见不得光的步伐产业 二狗父亲虽然被关进了监狱 却依旧能指手遮天掌控一切 所以道格要面对的问题 远比想象中更危险 果然道格晚上刚回来 康纳就带着小弟来到酒吧 一波本色出演 直接把酒吧搅成了一锅粥 道格倍感头疼 只能满足康纳想干架的需求 两人打得非常激烈 你一拳我一脚互不相让 然而道格却好似没有发挥全部实力 是他能力不行吗 当然不是 道格一直控制内心情绪 就是害怕自己会再次失控造成悲剧 受伤的道格返回船上 收拾好东西决定离开小岛 如今事情已经闹大 继续留在这儿 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老板娘前来阻拦 臣表歉意没有说实话 无奈道格去意已绝 说再多也是无用功 没有人能够理解道格心中的恐惧 二狗本可以坐等道格离开 却因咽不下这口恶气 找人把书店烧了 好在少女和他父亲被人及时救下 道格是一个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的人 此时无疑将他彻底激怒 看来不展示出点手段 有些人还真把自己当跟葱了 依据小道消息 道格来到纵火饭家中 直接一拳打断他的舌骨 让对方在窒息中痛苦死去 接着又找上门口小弟 问他知不知道二狗在哪 因为地位比较尴尬 小弟并不清楚二狗的确切位置 但知晓凌晨时分 对方有一批货物走私到岛上 道格做事非常缜密 买来大量冰块 先把尸体处理妥当 然后提前来到走私地点 发现走私犯是一个黑警 果断跟在身后将其打晕 走私货物是一笔巨额现金 道格将箱子藏好后 又把纵火饭尸体拖到沙滩 再用黑警的手枪开了几枪 伪造成是黑警杀人的假象 而为了让对方忘记这一切 道格准备给他的脑门来一下 只要力度够大 黑警应该会忘掉一切 做完这些 道格主动报了警 接着回到船上开始制作炸弹 没过多久警长找来此处 表明黑警没有失忆 他已经得知了所有事 现在是来找道格帮忙 希望能用那笔钱赎回阿美 道格这才知道阿美被二狗绑了 不管怎么说 两人也有过一段感情 道格便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 道格前往码头接走一艘快艇 来到与二狗交易的海域 为了保鲜器件 他没有把现金带上 事实也如道格所料 警长果然狗盖不了吃屎 和二狗一起设局骗他 只不过警长也没想到 二狗竟然真的绑了阿美 局势瞬间发生转变 就在道格想着怎么教训几人时 康纳突然从后方杀来 道格见状不再磨叽 果断按下了炸弹开关 因为是第一次用这玩意儿 道格自己也被镇蒙蔽了 趁康纳还被上唇 道格来到休息室救下阿美 好不容易浮出海面 又看到康纳开着快艇撞来 道格躲过致命一击 顺势爬上快艇 与其展开纠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阿美被二狗抓上了船 一把油门推到底向岸边逃去 危机关头 道格将康纳甩下快艇 疯狂朝着二狗追去 最后用一招舍命飞跃 成功飞到了对方船上 经过这么一折腾 船已经到了岸边 狡猾的二狗没被摔死 竟还有勇气去找道格麻烦 只可惜偷袭并未得手 留给他的只有一顿胖揍 要说最牛掰的还得是康纳 居然硬生生从海底游上了岸 接着又给道格来了波突然袭击 好玄没给对方腰子装飞 没有了后顾之忧 这一次的决斗 道格也不再留手 战斗格外激烈 两人全都挂了彩 道格用尽手段 依旧是难以制服康纳 在地面缠斗的时候 反而还被对方抓住机会 用一根尖锐木棍捅上了腰子 道格瞬间失去战力 不等康纳继续补刀 二狗又从旁边蹦打出来 鼻鼻来来叫嚣个不停 康纳心想你再教我做事 直接送二狗领了盒饭 道格则抓住这个机会 拔出木棍狠狠扎向康纳 最后闪电五连扎 彻底送对方归西 一会儿功夫警长干到这里 看到女儿已经被救 她也终于良心发现 表示会帮道格善后 大美虽有万般不舍 绝不得不以大局为重 两天后 道格来到书店附近 确认少女平安出院才安心离开 至于藏起来那笔钱 也被她留给了这对妇女 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嘴炮康纳并没有死 《鲜威龙沙镇》 上映于2024年 有影视大咖杰克·吉伦哈尔 UFC前双冠王 康纳·麦格雷格领前出演 该片也是康纳的银屏首秀 个性张扬的表演风格 可谓本色出演 作为一部以MMA为热点的爽片 惯影程度已经无需多延 故事紧凑节奏流畅 每个角色都不废话 最大亮点就是将同名旧作里 菜鸡互拙的打斗场面 变成了对口专业互打 无需太多后期剪辑 便能感受到片中动作 所赋予的凌厉感和律动感 而且 结尾彩蛋明确表示还会有续作 喜欢格斗的影迷们 完全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